師父說一般人之所以談蛇色變 主要是不了解蛇的習性 只要在抓蛇前 對蛇的棲息環境及活動規律 做到心中有數 而抓蛇時能漫步輕腳 眼明手快 膽大心細 動作穩妥 就能把蛇抓住而不至被咬 聽起來簡單的方法 但畢竟我們是身手 只好緊緊跟著師父的步伐 看看能不能真的搜尋到蛇的踪跡 我一下會不會怕 我滿怕的 而且我看到好多的洞穴 蛇會躲在洞穴 會躲 真的是 我們平常 就是那一種喔 那一種 洞裡面就會有蛇 我抓一條 它就在裡面 豬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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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小小的 所以那個蛇應該是 一群一群的大群喔 它總共沒有東西 要總共吃魚 它一夜要吃 只要吃活了 死就不吃 老鼠 狗 野狗都吃掉 師父說一般偏遠 宜願因條件所限 多無蛇毒血清儲備 轉外地大音院 又擔心搶救不及 所以人一旦被毒蛇咬傷 大多凶多吉少 所幸師父的治蛇傷術 是不需要用到昂貴的蛇毒血清 就可以及時救治 說著說著我和微笑 好像遇到危機囉 是樹枝啦 我會怕耶 我一看到這些樹枝 我都以為是蛇耶 對啊 而且師父不就說 在這種草叢裡面 就會有那種很毒的毒池 在觸摸 對啊 怎麼去 師父 師父 你手上 已經抓到了耶 抓到了 它不小耶 師父 你用手抓喔 這是什麼蛇啊 這是什麼蛇 這是什麼蛇 養菌蛇 養菌蛇是很毒的毒蛇嗎 對啊 你看牠的舌頭 牠的舌頭逐出來 好黑喔 師父 這種毒蛇 是不是咬到人 人就差不多 咬到人啊 一般沒有治療 四個小時就死掉了 那你怎麼敢用手去抓啊 專門在抓的 師父的治蛇技術 早已在福建一帶聲明遠過 而近幾年來 被他救治治癒的蛇傷患者 起碼也有50人 師父認為 上天竟然給了他 這樣的治蛇衣術 也許是要透過他來幫助人 因此不管寒冬酷暑 還是夜半三斤 只要有人求助 他總是二話不說 戴上蛇溝、蛇籠、蛇鴨 就跟著上路 來,等一下 對 掃在裡面 應該會有蛇吧 應該會有蛇 沒有耶 我們就去往裡面掃 看看 對 還有這種地方啊 對呀,這種 就可能咬蛇 小心被咬喔 這個掀開 有刺牌 有刺牌 其實雖然到現在 我們每個都還沒有真的 找到蛇 因為光是在草叢裡面 那種濕濕出去的聲音 對 其實我們也能夠 對 我們繼續找 看還有沒有機會 找到更多的毒蛇 對 師父抓到眼睛蛇的過程 除了讓我們大開眼界 更讓我們了解到 師父所言確實 這偏遠山區 真的有許多毒蛇出沒 而沿著山路搜尋 果然有新發現了 對 兩隻微笑 你看 不會被咬嗎 小心 這兩隻還是眼鏡蛇嗎 對 眼鏡蛇 他們為什麼會兩隻一起觸摸 我們手在抓 就是在後面抓 他的眼睛都是看隻的 小心 我們可以試試看嗎 那你手會要戴在蛇頭 不能大力的壓 你怎麼樣 不能大力... 要這樣壓住 對 然後這樣把它抓起來 他頭會轉 這樣子嗎 哇塞 會不會被咬到啊 對 小心 他頭會小心 他頭會小心 就被咬 這抓蛇真的是需要專業 師父說 就算是有多年經驗的牠 一不小心都還是有可能被咬 師父說 這一山區其實暗藏了眼鏡蛇窩 但眼鏡蛇因為有毒 若繁殖過多 而亂串於附近村民家中 則會帶來相當大的危害 因此抓到的眼鏡蛇 拿來食補或用藥 才能達到最大的效益 眼鏡蛇不能癢了 就要殺掉這藥 那眼鏡蛇國家沒有保護 那保護就是蟒蛇 是 它就是殺掉就是皮膚病了 眼鏡蛇雖然是很毒的毒蛇 但是我們殺掉可以治病 是不是 我們殺這個眼鏡蛇 要怎麼殺 你看嘛 眼鏡也長大的看 我們好會嚇到 尾巴 牠現在雖然把頭剪掉了 但是我的尾巴 尾巴還是在動 頭也在動 你手不能摸牠 你摸牠那是混蛋了 就死定了 牠現在還是會咬是不是 不會 咬就你知道 一個蛇是毒絲絲絲絲 那你剪掉 你手進去全部給你 所以剛剪了頭之後 要把頭放在比較遠的地方 你看這個蛇的生命力真的很強 對啊 牠頭已經被剪掉 但牠身體還是在動 可是牠尾巴 剛剛師傅就有特別交代我 一定要把牠抓緊 拿高起來 拿高起來 師傅真的很厲害 一下子就把那個精華的血的部分 先放出來 所以牠雖然這個頭被剪掉之後 還是沒有什麼寫地出來 現在這個蛇頭的部分 我們要怎麼處理 蛇頭部分 我們等一下放在擠缸裡面 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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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以毒制毒的 以毒制毒的這個概念 對不對 你看到的話 你手不能去摸 去摸你這倒霉了 好 我知道 這其實我有學到一個新招 對啊 就是我們雖然很毒的毒蛇 牠頭已經被剪下來 牠已經是死亡的狀態 但是那個毒性 全部都還是集中在牠頭部裡 所以你不要看到好奇去摸 摸到的時候 你就完蛋了 師傅說 將眼睛蛇椅熱水燙過 再去除淋片 就可以用剪刀 將蛇身剪開取出蛇膽 並且與蛇血 高粱 蛇膽 泡製成蛇膽酒飲用 據說是上等的中藥應用 那喝這個對身體有什麼幫助 明目 明目 張膽 明目張膽 喝膽不明目張膽 牠其實跟我想像中 會有那個腥味 還有那個血的味道 其實都沒有 牠喝下去 就像是普通的那個白酒的那個味道 師傅說 蛇膽在冬天使用最好 因為野生蛇在冬天不進食 而蛇在飢餓的時候 膽汁能有較多的累積 另外蛇脂肪可以提煉蛇油 是美容聖品 而蛇皮 蛇肉 蛇內臟 更是滋補的極品 蛇邊出現了 這就是蛇邊 師傅 師傅 解釋一下 一條蛇就是這樣子 兩個邊 兩個邊 師傅 中國人是不是說以形補形 所以這個邊 是不是應該是微笑 對你來講應該比較有用吧 不過這樣聽起來 其實師傅 我們一條蛇對人有很多好處 對不對 可以情癢解毒癢癢 對皮膚又好對不對 小孩子皮膚長一個一個 吃點鹹就好了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蛇邊 大師啊 是 吃這個蛇邊對男生 到底有什麼樣的好處啊 一般要吃裡面都是壯陽嘛 不下去晚上他 要去泡麵嗎 要找小姐 那我會好好鎖門 很大口耶 很大口耶 好有彈性喔 怎麼會這麼有彈性啊 這是海綿體嗎 最偉大的攝像師 幫我發表一下意見 拍了一整天的蛇 很好吃耶 那個皮 皮很嫩 然後肉啊什麼的 好像雞肉一樣 太嫩 有骨頭很嫩喔 骨頭很嫩喔 骨頭吃起來怎麼樣 蛇肉不錯 比我們想像中的好 因為我們之前吃的是小蛇 吃起來沒有什麼肉 然後雖然說 那個師傅說眼鏡蛇的肉不多 可是我們吃起來是還蠻多的 還蠻紮實的 很好吃 今天煮蛇湯的方法 他就是把這個蛇剝皮以後 幫他去煮 然後配點這個薑 那你也知道 我們現在這邊冬天啊 天氣真的很冷 所以不能拔皮 現在喝了這個以後 所以生蛇南下 很爛 在閩南地方 仿生蟒蛇被視為積德之舉 而蛇仙說他與蟒蛇的淵源 更是奇妙 當年一隻大蟒蛇 差點將他的師父纏繞封食 他為了救師父 將大蟒蛇砍死 師父請郎相受蛇精 作為答謝 從此蛇仙便與蛇結緣了50年 但因此幫助了許多人 從蛇口下逃生 當大陸將蟒蛇煉為寶玉動物後 蛇仙便開始自費收購放生蟒蛇 因為他相信 極善必有善報